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来给大家录大家最 算是一个 算是大家最想看的视频 Top3的其中一个 就是我的墨镜单元 我心想说我的墨镜 有非常多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需要 需要 注意这个词汇 需要 这么多墨镜的 我的量不是正常人该有的量 如果这个不是你想看的视频点出去吧 就这么多 那么我就先从 就是数量 单位比较小的就可能 一两幅的这种开始给大家讲起 第一幅的话呢 是一个我在 复古店买的 我买它完全就看它这样子 实在太swag了 它是一条铁链 然后箱在这儿 然后底下还有一条 所以你戴起来的时候呢 可以挂在脖子上戴 或者是你比较浮夸一点 就不用挂在脖子上直接戴 它们戴起来的样子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这个是比较欧美人的版型 它肯定不属于适合我日常 戴出去的一个款式 有这个好可爱的这条链子 那么它比较多存在的意义 就是给我拿来看的了 我都是也没有盒子 我就平时都是拿一个布袋子把它装起来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讲第二副墨镜 第二副墨镜的话 是我在国内买的一副 这个牌子叫做木九十 我觉得它们家的墨镜 总体来说还是挺好看的 我当时呢是看到这一副 这一副的话它是因为有那种大理石纹路 而且它这大理石纹路比较特别 是那种白色底红色的那种大理石纹路 然后配一个非常红的一个反光镜面 我觉得它看起来还蛮舒服的 它的那个框特别轻 然后它这边是细的 然后戴起来配衣服什么的也还蛮不错的 没有说特别突兀 所以我又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墨镜 而且价格也没有特别特别贵 讲下一个 下一个我都是顺手拿哪个说哪个了 这个的牌子呢是一个 在London Fashion Week上面的牌子 叫做Jonathan Saunders 然后它的这副墨镜呢 是这个样子的 是个圆框墨镜 被我戏称为虾子阿比墨镜的一种墨镜 它是完全没有鼻脱 然后它是纯玻璃加纯金属 所以它很贵 不是很贵很重 它戴起来的话真的是压连 但是因为它的镜框比较小 它不会说压到这里让你很难受 它就刚刚好是压在你眼睛周围就自然形成 就是面部骨骼形成那种框那里 所以也不会说给人家很强的一种压肉感 很好看 好我们再讲下一副 下一副呢是一副C-Link的墨镜 是我唯一一副C-Link的墨镜 我为什么只买了这一副我等会也会说到 因为C-Link的墨镜算是很多人都说 哎呀很好看啊很好戴啊 然后还说我们设计感很强啊 我本来我就对C-Link这个牌子走性冷淡的路线的话呢 就不是太对我的胃口 那么我这一副是这个样子 现在应该没有的卖了 因为我买这个都买了很多很多年了 然后它是一个墨绿色的框 就比较独特 就不会是纯绿色 就是太日常了一点 它是墨绿色的框 而且它的这个镜面还是蛮大的 就可以遮脸遮一点 但它有个缺点 它特别重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它压得我脑袋这儿特别疼 我有一次去那个马来西亚玩的时候带它 然后坐那个游艇去一个岛上玩 我当时是戴着这墨镜 我一没注意这个墨镜菜里面吹到海里去 因为它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它这个本来我刚买的时候 它是很紧的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可能我脸大吧 我戴着戴着戴着 它就越来越宽 越来越宽 越来越宽 而且一下子就变形 我都已经拿过去那种专业店里 说调过一次 说调的合适我 结果现在戴着戴着又变大了 很麻烦呀 那么 呃 所以就无论各位同学 有多喜欢Celine都好 我就一直对Celine家的墨镜 没有特别的感兴趣 就是因为 这一副没有给我带来非常好的 那个佩戴体验 那么下一个呢 是一个比较 嗯 怎么说 太设计师感了 就不是个特别出名 但是他们家墨镜超级好看 超级好戴的一个牌子 叫做Cupron 是一个 呃 如果你们有看我大概 六月份七月份那会儿的 一个买买买的话 就会看到 是我在伦敦逛街 偶然的时候逛到的 看着非常圆 然后上面的话会有那种 呃 叫什么东西来着 呃 手绘的花在上面 乍一看觉得它 嗯 不太好看吧 但是其实戴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它大小 刚刚好 然后又很舒服 又不会过重 比我想象的要轻 因为做手工墨镜 我还买过蛮多手工墨镜 都是挺重的 这个就不是很重 这个就 刚刚好是属于一个 戴着头部会疼的一个重量 它的价格也 就稍微会贵一点 因为这个的话 英国没有几个店有的卖 我当时顺便看到了呢 就买了 这个是300多磅吧 然后它这个花全都是手绘上去 然后这些全都是手工制作的一个眼镜 它因为是手工制作 所以它的大小其实是有变化的 就是手工测量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它店里就只有三副摸紧 但是只有一个size 有一副戴着很松 有一副戴着很紧 然后这副就戴着刚刚好 然后我就把这副给买回来了 还有一点我不是特别喜欢 就是他们这盒子 其实对比起这个眼镜来说 是有点点小的 就是有种要硬塞进去才能 把这个眼镜塞到它盒子里面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 嗯不是 不是一个特别特别设计 给这个眼镜的一个眼镜包吧 好下一副下一副的话呢 这副是我在2月份 就16年2月份的London Fashion Week上面买的 这个牌子叫做House of Holland 然后这个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它后面是有那个设计师给我签名的 包括这个刚刚给你看的布袋 就第一副墨镜的布袋上面也是有这个设计师签名的 因为当时呢我公司 我当时已经不给他们工作了 但是他们是伦敦时装周的sponsor 然后他们就请了好几个设计师设计这种布袋子 然后他也会卖一些他们家的墨镜在店里面 刚好我去看这墨镜的时候呢 他们的那个设计师在场 然后我刚好那天就选了的是他的这个袋子 他就说让我放我的名字的简写上去 然后背后给我签着名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因为我刚好 这很巧 我刚好买完单 然后他就坐下来了 然后那个墨镜的人就跟我说 哦他就是你买这个墨镜的设计师啊 你去给他 让他签个名吧 他会给你签的 我就很开心 屁点屁点 然后就说 你帮我签个名吧 然后他人也挺逗挺好玩的 就给我签了 然后这副墨镜呢是长这样 它总体形状还是一副虾子阿比的形状 但是它比那副Jonathan Saunders好一点的是 它有笔图 它可以架起来 就不会架在我的脸上 然后它上面呢是类似于一个房屋一样的形状 就是非常可爱的一副墨镜 我是比较喜欢圆框的墨镜 可能就总体来说看着比较搞怪一点 嗯 然后嗯 没有错 就是因为可能看着比较搞怪一点 比较与众不同一点 所以大多数圆框的墨镜 我收了很多很多这种圆框的墨镜 因为我真的好喜欢这一副 它这个框真的 啊 好好看啊 下一副墨镜呢 就是宝格丽 这个是我去年在他们那里工作的时候 刚好有一次有个非常非常大的员工折扣 然后我就刚好看着这副墨镜也有一会儿了 所以刚好它打起折来的时候 价格非常诱人 我就入手了 就原价是接近400磅 然后我到手的价格是100磅多点 然后它戴起来是这样的 这一副呢就是宝格丽 宝格丽他们家的墨镜的特点 就是特别多这种装饰embellishment 然后这一副墨镜还有一点好处是 它的眼睛是偏光镜 就等于说太阳很强的时候的话呢 就不会刺眼 但这副墨镜的搭配就会稍微的那么 有一点点限制性 就比较贵服一点 因为你实在是穿的太过于街头了的话 配他们用这么多embellishment的墨镜 如果没搭配好就会有hold不住的感觉 但是毋庸置疑它是个非常好看的墨镜 它是一个猫眼睛 它呢虽然没有鼻脱 但是它也不会特别的压我的脸 我觉得只要是墨镜 它多多少少都会有压脸的 不用追求它完全不压脸 因为基本上是没有完全不压脸的墨镜 对于亚洲人来说吧 Gentle Monster我不知道 我没买过 那么好看啊 我真的好喜欢这副墨镜 主要是它也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肯定 我买很多墨镜都是当时我工资买的 下一副墨镜 下一副墨镜呢 这是一个保时捷的墨镜 它们加红呢 就是因为那个 Kim Kardashian 他们戴红了这个牌子的墨镜 然后它这个墨镜呢是这样 它的墨镜size也很多 这个墨镜叫做8478 就是完全是被 Kardashian 他们一家给带火的一个 就经常我们店里有卖的时候呢 就每个人都进来说要看8478 然后我就到处去搜了一下 为什么8478那么红 原来就是因为 Kardashian 他们家好像有两三个吧 一共四个女的两三个都带过 然后这一副的话 我买的是最大的 它一共有四个size 然后嗯 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脸大嘛 我必须要最大的size 才能hold住我的脸 它们还有一点很特别 但是就是它们会多配一个镜片 它的这个设计就是 这里拨开 然后就可以把镜片取出来 好奇怪好像海盗 然后这边也是 拆下来了 这就是景况本身的样子 我买的算是一个 呃 纪念版吧 所以它的框是白色 然后配金边 它普通的就是纯金边 然后纯银边 纯黑边 这样子 就很少有这种就是 这里是颜色 然后这里是金属的一个 它另外的这一个镜片呢 就是比较 怎么说 我觉得它是个阴天镜片 并不是一个晴天镜片 因为阴天的话 路是比 就是天气总体比较灰暗 就是比较暗沉 就比较灰蒙蒙的 但是这个镜片 你戴起来的话 它是可以就是提亮你的视觉 你戴上来的话 它有个蓝色 很浅的蓝色 不是那种墨镜的蓝 就是那种浅浅的蓝色 就等于就是这个光本身是偏黄 但是它可以把 它这个蓝色可以把黄给绿掉 然后就可以把周遭的那种亮度给 差不多提亮一个等级 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我说的话 但是 我觉得这一副真的不是晴天镜片 这个绝对是阴天镜片 因为我阴天戴它的时候 我会觉得整个天空好亮啊 然后我晴天戴它的时候 那那那我要墨镜来干嘛 下一副呢 算是我这里面历史最悠久最悠久的一副了 这一副是Dior的 你看你看这盒子多么老旧 而且这个是老款的盒子 你看到这盒子就应该知道 这个墨镜真的是非常非常久的 这应该是12年还是11年的一个广告款 它戴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就很普通的一个黑框眼镜 它就是周边会有一点点texture的不一样 它的眼镜框这个框腿是皮的 然后这里是塑料的 一个雾面塑料 然后这上面和下面是那种亮面的塑料 它是一个偏方形的框 我这里面基本上是没有方形的框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也算是弥补了我的 那个眼镜方面的一个空缺 它们这几年的墨镜呢 好看是好看 但是就主要是限制性有点大 像它们最出名的Soreal 你相信我吧 我看了十个Soreal的人里面 至少八个跟那个镜片是八字不合的 但是还是愿意买 好像一开始是因为Kiela Filiani 还是那个什么Cara 那个模特Delevin带过之后 大家就疯狂的迷恋这个 无论它们合适不合适 它们都去买 因为我当时在店里工作的时候 太多人来问了 然后我自己 就是其实有一种那种 大家都买 我也要买那种心情去作祟 我也去试 然后试了第一次 嗯太丑了 我还是不愿意买 但是呢我还是一直有这种 我一定要有一副Soreal 不然我怎么对得起 我这么爱墨镜 这么个名号呢 但是我去前天后 可能试了不下二十次 每一次得出的结论都说 太丑了 我不愿意花那么多钱去买 这样子的一副墨镜 所以最后我就 没有买那副墨镜 然后我们接着下一副 下一副呢 就是一个Karen Walker的墨镜 这也是我手头上 我一一副Karen 我可能墨镜 但是呢如果你们懂的话呢 就知道这副墨镜 它真的我戴的 从买回来之后 我基本上 百分之七八十戴墨镜的时间 我都是戴这一副墨镜 它是一个 就最普通 就大家最懂的那个shape 就是叫什么 Super Duper 然后这个是个限量版 所以是个金色的这种反光面 这个的名字就叫做 Super Duper Superstar 它的确是有点重 但是我不妨碍它真的是很适合 基本上所有人 戴起来的话 因为它它这个形状 虽然是有点圆 但是不是完全圆 是有种种凸出来的感觉 我的脸的话 嗯我不能说它很小吧 但是也不是特别大 它这个宽的地方就是 颧骨折的地方 就会有点凸出来 它这里 它镜片设计的 这里稍微凸出来的这一块呢 就可以遮住 从正面看的话 就可以遮住我的颧骨折的位置 所以就会显得我的脸很小 然后戴起来 就基本上我戴出去 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说这个墨镜很适合我 很好看 这个其实说实话 不算是我忙卖吧 我已经看了很久了 但是因为英国的话 好像很少 基本上没有地方能买这个墨镜 所以我当时是直接从他们官网上订 然后寄到了之后一戴 我还是挺喜欢的 挺不错的这墨镜 然后就越来越爱 越来越爱 越来越爱 真的这墨镜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如果你们说想要一副 呃 就是每天都能戴 然后不会过时的墨镜的话 我觉得那应该就是这一副了 它们不同的限量的话 它们这个镜片有时候会有不同的那种改变 我有见过玫瑰金的 就是我这一个Superstar这个系列 之后的那个系列 就是Rose Gold的系列 就是这个镜片啊 然后包括这里这个尖尖角啊 都是粉红色的 我不是很确定现在还有没有 因为我很久没有去过他们网站看过了 但是呃 但是就算没有了Rose Gold的系列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系列的吧 因为我朋友是有银色的那个系列 也是非常的好看 下一副呢就是Dolce & Gabbana 我觉得你们要是关注我频道的人 你们都会知道 我是个Dolce & Gabbana的脑残粉 但是呢很奇怪 Dolce & Gabbana的墨镜 我是没有收几副 主要是他们就是负担得起 就价格负担得起的那一些呢 又真的是有点不好看 然后价格看得上的呢 又真的太贵了 就是超级特别系列的 基本上价格都要五六百往上跳 我觉得五六百往上跳的话 他们那个墨镜是基本上 没有能带出街的可能 我就觉得太浪费了 我还没有到那种 我可以砸六七百磅去买一副 我永远都不会带出门的那种墨镜 但是当时 我在墨镜店工作的时候 也是因为那个 员工者可可以挑好几副墨镜 就是在打着的技术上 还能再打半价这样子 所以我就说 那我还是要挑 就是挑够数量才不会亏嘛 我就买了这样子的衣服 这一副是 算是我当时唯一一副 我还是挺喜欢的一个墨镜 但这个戴了很久了 这个呢 它的镜片也是那种反光镜片的 所以说它的挡非常非常多的光 而且它的这个形状呢很百搭 基本上穿什么衣服都行 它唯一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戴的有点久了 它这个已经有点点变形了 然后现在好像也不出这个款 就出的不是这个颜色了 我就不是特别喜欢 我就刚好过阵子我要考驾照了 我就想说如果我考了驾照 这个这一副墨镜 估计以后就不会放在我房间里了 等我买了车之后 这个估计就会扔在我车里面了 嗯 虽然我 离我买车估计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我觉得这个墨镜是非常适合 拿来做驾驶镜的一副墨镜 HAPPY EVER AFTER 好下面一副就是最后一副散装墨镜 其他都是同一个牌子买了好多副的那种 就是这个 它的盒子又非常非常大 给你们感受一下它的盒子究竟有多大呢 这个是那副保时捷的 然后这副就是这一副 它的盒子是保时捷的两倍 然后这个的牌子叫简称AKK 全名叫做安娜凯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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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样子的 啊好漂亮 超级漂亮 它这个是好像18K的那个就是painted 那个叫什么来着 不是薄金 就是填色填上去的那种金 就不是10金 当然了10金要买这么一副 那估计我这个价钱买不到 这副是我在farfetch上面买的 那就是说差不多是 打完折是600多磅 不到700磅这个样子 哎不对700多不到800磅这样子 然后它的这个形状呢 是我在2月份 就今年2月份 在伦敦时装中我就看上了 但是一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的卖 所以很麻烦 然后最好不容易找到了 刚好有一点点打折 就是打折的价格还 就打了免油 然后再打了个85折还是9折 然后是价格还是稍微就是合理了一点点 我才下定决心把它买回来 带着这个很重 但是真的很好看 然后如果时装做带出门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抢眼的一副墨镜 它唯一一个缺点就是 我当时看中的是一个蓝色的 就是那种 Tort shell 戴帽 戴帽色 然后但是它是戴帽色里面没有总是蓝黑的那种戴帽色 没有 就到处找都没有 就只有这副黑色的 是有这个蝴蝶的 后来我9月份那个时装周 在去工作的时候 我看到这牌子 我说你们怎么没有网上卖那个蓝色那一副啊 那个人很好玩说 你买了黑的是吗 我这里有一副蓝的 我马上可以给你一副啊 我说很贵啊先生 又不是什么一两百磅一副的墨镜 这一副墨镜 他们就算当场给我都要四百多磅 我就 不了 谢谢 叔叔我们不约 我已经买了一副了 我不想再买第二副了 太贵了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些我比较忠实的 fancy的一些个墨镜 我先从喵喵开始讲吧 因为喵喵数量最少 那么喵喵家的墨镜呢 它盒子非常的少女心 它的盒子非常的少女心 它的纸盒我真的有留一个 也是非常的少女心 其实我今年搬家的时候扔掉了很多盒子 但是我最后还是留了一个 喵喵的盒子放在房间里面 就收纳东西 因为它真的是挺漂亮的 然后它里面的话呢 哎哎 还会有一个这种非常Velvet的一种布袋 就方便你拎出门 以及一块眼睛布 就基本上是眼睛的必备了 就稍微价格高一点的墨镜 都会有这些东西 就眼睛盒 眼睛带 以及眼睛布 那么我讲这一副是个圆形的 也是一个基本上没有防晒功能的一副墨镜 是一个大圆框 然后上面会有一点点tot shell的形状 非常的俏皮 说实话这副墨镜呢 我是被Thumbing Jazz种草的 我会我提到它的话 我就会把它的那个墨镜视频 放在链接放在下面 大家要去看 它是我看过的墨镜视频当中 真的是最好看的那一个 有很多那个对于墨镜的知识 然后你也能从它的墨镜的collection里面 看出它这个人真的品味超凡 然后我就对它说英文的那种语调语素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当时看它戴了这副我就好喜欢 但是它脸背部小很多 所以它戴这一副的话是有点显大的 但是我戴这一副的话就是刚刚好 这一副呢也是一个属于 在天比较阴的时候戴的一副墨镜 它非常熬造型 非常70年代感 戴起来真的就是很复古 就如果你穿的稍微复古一点的话 它会非常好看 但是呢就像Thumbing Jazz说的 这是一个love or hate thing 有人就很喜欢它 觉得它很独特很漂亮 有人会觉得这是什么鬼啊 有点就是墨镜该有的功能 它都没有 但还买蛮贵的一个价格 也没有很贵 然后我也是打折的时候买的 大概100磅吧 100磅左右 然后 我好喜欢这副墨镜 我真的好喜欢这副墨镜 这副呢也是个圆框 但是这个的圆框就比较小 这个是我在它打扮价的基础上 本来在网站就已经开始在打扮价了 我又拿员工折扣打了个折 所以这100磅不到我就买到了 这个呢我后来搜了一下 大概就是一个很多明星的同款吧 但是颜色不一样 我买的是一个比较 比较偏绿色的一个 闪片的颜色 它这个框呢就是 框相同 但是颜色的话每一季都会出不同的配色 所以的话我觉得 你买不到这个配色没有什么所谓的 你就只要去找到 你自己喜欢的那个配色就可以买 这一副估计是我带出去 赞誉最高的一副 这是它去年的一个叫做Cut Out的那种系列 它大多数的Cut Out是切下面 但是它这一种的Cut Out呢是切上面 我觉得很可爱 它这个而且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红色框 然后它整个戴起来的话 就给人家感觉你非常fashionable 而且那我觉得它唯一一个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说你的眉毛 如果你裸眉没有特别好的天然条件的话 最好要画一下 因为如果这个眉毛非常淡 或者说眉毛没有画的那么好 然后戴这个墨镜的话 它就没有那种自然衔接你眼头眼尾的感觉 就它就跟这个墨镜衔接不起来 然后你的眉毛要是画的稍微 就是精细一点 然后可以跟它衔接起来的话 就完全很符合你的那种搭配的那种感觉 这一幅的话呢 我觉得你们应该不陌生了 在我回来买买买的那个视频里面 你们也是见过的 就是这个 Noir的这一幅墨镜 它戴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相信你们上次也看过了 就细节也是上次看过 这算是也是它们一个很经典的款式 它们每一季都会出 然后只是说改变一下它们矿的设计 以及镜片的搭配这样子了 这所以说 我觉得它们家的墨镜吧 MUMI家的墨镜是属于那种 对墨镜的要求 已经跳出了日常用品的一种人去买的 所以我觉得它们家的墨镜呢 你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优点 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缺点 它是需要你去搭配的 如果 而且它的这种搭配不是锦上添花 甚至有时候可能是火上浇油的那一种 因为如果你没怎么化妆 或者搭的 没怎么化妆 穿的很一般 然后你戴上它们的墨镜 你就会有一种感觉 有种不伦不类的 包括我平时的话 我除非我是 真的是有很用心的搭过妆容搭过衣服 我才会说去选择 戴它们家的墨镜出门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就会讲我的 Ray-Ban大军 那么先从它们家 比较Ordinary的讲起 就是这个人人都 估计每个有墨镜的人 基本上都会有一副的 这个Wayfair 不是Wayfair Pilot的这个墨镜 这个就是大明灵灵的3025 我买的是最大号 真的脸大 没办法 那些小脸的都买 小号中号 我是非得买大号不可 我这一个呢 就是一个棕色的gradient 就是上面深下面浅的一个墨镜 然后是个金色的矿 它戴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同系列的话呢 我还买了一副黑色的 是这样 也是62最大的那个size 它这个呢 就是有那个偏光镜 然后它的这个镜片 是一个深蓝色 还不是黑色 就是一个深蓝色的那种矿 但是它这个墨镜 这个镜片的配色 配最好看的 其实应该是金矿的那个 但是我当时到处找 都没货了 所以我就没有买 然后它这个的Metal的话 不是银色 也不是黑色 好像叫做Gun Metal Gun Metal的一种金属 戴起来的话 这户应该是我带出门 比较多的一副墨镜 就是比较Ordinary的 Ordinary的那种墨镜来说 我带出门比较多的一副了 因为它基本上 不挑你的搭配 而且它这个鼻脱 可以把这个墨镜 撑得很完美 撑在你的脸上 它丝绒系列呢 分了两个系列 就是丝绒这个collection 分了一个叫做Erica 然后一个叫做Chris 然后我手上这副是Erica 我买的是一个红色的矿 但是这个丝绒系列呢 因为本来就已经比较跳脱了 所以他们家的话就很跳的颜色是比较少人买 我买的这个呢 就是鲜红色配一个橙色的反光镜面 另外这一副呢就是黄色 然后配一个算是棕色的一个镜面吧 然后这个黄色 它的这个黄也没有说很吐气的那种黄 是稍微偏僵黄色一点的那种黄 所以戴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叫做Chris Chris的这款也是这种丝绒的话呢 我也是买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这样子的 那个酒红色 偏紫 紫红色的一个 然后它的形状是这样 跟他们比较传统的那个Wayfair 那个形状是很像的 然后这绿色是个默绿色的矿 配上个绿色的反光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颜色虽然很跳脱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我就我对绿色有之迷之喜爱 真的我对各种绿色都迷之喜爱 那么我放到最后讲了也算是我的一个压轴了 我就是戴的墨镜来说最喜欢的牌子 就是Tom Ford 我是按牌子来算 就不是按个体来算 牌子来算的话 我肯定是最最最喜欢Tom Ford的墨镜 那我就先给大家看第一副一个历史 稍微久远一点的一副吧 就是一副红色的 这副叫做Linda 它戴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这个是比较压脸 我当时试的时候 因为真的挺喜欢这个矿的 我就没有想那么多 而且这个我当时在买的时候是促销 促得很厉害 所以我就觉得 有一种被这种sell冲昏了头脑 就没有多想我就买了 它是一种gradients的一个镜框 它是深红色到这种鲜红色的一种gradients 然后它的墨镜的镜片 也是这种上面深下面浅的这种叫做gradients的镜片 第二副的话呢 是我去年给自己买的生日礼物 这个刚好是我当时还在工作 所以我就非常豪气的 我当时在店里看中了 诶 救它了 我当时就看 嗯 救它了 不打折我都买了给自己当生日礼物 它这副叫做Juliet 是一个很大的圆框墨镜 它总体能够重量也蛮轻的 所以能带出门的几率也是蛮大的 它就是一个黑框的墨镜 我觉得Tom Ford就适合那种 对质量有追求 然后呢 对墨镜 但是呢 对墨镜的追求也是比较去于日常化的话 Tom Ford的墨镜还是挺合适的 下一副墨镜呢 是 这样一副 这一副呢 挺难买的 因为我当时只在Sunglass Hut 我工作的那里看到过 然后 但是它们标的价格有点贵 所以我就说去搜一下 看看有没有 比较 比较 怎么说呢 想去搜一搜看看 有没有打折啊 或者价格稍微低一点点的地方 我就搜到了 然后这个的名字叫做Iva 它是一个飞行员墨镜 但是它是改良过的飞行员墨镜 第一它很轻很轻 第二它的这个镜片呢 就不像普通的飞行员蛤蟆镜 那种打拉下来 因为它打拉 如果打拉的不好 就把你整个脸 就有一种苦瓜脸的感觉 它这个是稍微往上提了一点 所以它这个戴起来就比较好看 这样子的一副 墨镜 这一副呢也是一个历史 非常非常悠久的一副 Tom Ford的墨镜 这个叫做阿比 它呢就是有那个 Tom Ford比较经典的这种 Infinity Cross 就是鼻子这里是个交叉型的 那种交叉型的这种设计 这种设计它有好处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好处的话呢就是好看啊 那不好的地方的话就是它没法加鼻脱 基本上没法加鼻脱 但是这个还好 它完全可以比较好的架在我脸上 然后也不怎么贴我的脸 然后这副墨镜呢包括 刚刚那副Dior 就这副跟我那副Dior的墨镜 是我之前去打网球的必备的两副墨镜 太阳比较晒我就戴Dior那一副 太阳比较小的话我就会戴这一副 因为这两副都不重 然后打起墨镜来它也可以稳稳的 就是贴合在我的脸上 所以我就觉得 天哪 这两副就是甚至可以拿去做运动的墨镜 你就知道它们有多好多好用了 嗯 嗯 好 下一副 就是这样一副 这副叫做Gabriela 它呢 它的特点就是大 然后可以遮脸 然后不化妆的时候呢 你只要一戴它 你根本不用化妆 因为它大半张脸都遮掉了 你化不化妆没有人看得出来 它就是大 然后它是Gradient的这种镜片 然后它黑很chic 然后它还有四个钉子 那这四个钉子呢也是一个love or hate thing 很多人喜欢这墨镜 但是看到这四个钉子就 拜拜 我不买 那么我呢 是觉得这四个钉子很有味道 所以我就买了 嗯 而且是拿折扣买的 开心 那么我这里所有墨镜的最后一副 这副墨镜就真的是 我有故事 你们有酒吗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副墨镜 这副叫做Celia 它戴起来这样 它是个偏猫眼的墨镜 然后也是有Infinity Cross的一款 哦 这一副 我的天哪 这副是我室友跟我的审美 不是特别特别的 就买东西方面的审美 不是特别特别的重合 就是我很多东西 它是不能理解 然后 我知道你们也很多人 是不能理解我的审美 但是就是互相尊重的那一种 但是他看到我这副墨镜 就说天哪 你这副墨镜太好看了 你千万不要弄坏 千万不要扔掉 千万不要卖掉 然后 他这副墨镜只有一个圈点 就是有点重 然后他的故事呢 就是我之前带他出门 带到了一个里伦敦 要坐五六个小时火车的地方 然后打低的时候 把它拉在地市上了 然后走的时候呢 地市没有赶得及 把这个送回到我的火车站 所以我就说那行吧 我过阵子再来拿吧 然后后来我专门花了几十磅的火车票钱 去把这副墨镜拿回来 结果我发现他们把我的墨镜搞坏了 很生气 很生气 因为我这墨镜之前是完全贴合我的脸的 就不紧不松 但是他们不知道是他们戴了把它熬变形了 还是他们放在那种很多东西里面 把它压变形了 它现在的话呢 就有点戴起来 让我就没有那么合适了 而且他们那个 他们把这个镜片压得很脆弱 只要稍微动一下这个 它的镜片就会掉出来 而且这副现在也是比较难买到了 所以我就只好就是找人把它修好了之后 就坚持用下去 也是生气 我说这些人对于这种 别人落下来的东西就不能稍微稍微的 爱护一下 好 那么这里就是我全部的墨镜 也是圆了一次 要录个墨镜合集的愿望 那么好 下个视频再见 我不想再把这个视频都太长了 然后如果你们想参加我那个小礼物环节的话 链接我会放在底下 我在那个视频里面 我是有讲过如何参与这次小礼物环节的 所有有兴趣 然后没有不知道那个环节的小朋友们 去吧 皮卡丘们 拜拜 好困呢 我下个妆睡觉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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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